今天42分 欢迎锁定中天晚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 首先来看这谁家的孩子 在屏东市靠近火车站的一处公园 今天有个小女孩找不到家人 附近民众立刻报警 而小朋友她只知道她住在火车站 旁边一个大庙的旁边 远景巡线查访终于把她带回家 至于孩子为什么一个人 原来是阿嬷带她去公园玩 后来阿嬷想先回家洗衣服 没想到她就忘了孩子还在公园 你住哪里 五岁的陈小妹妹在屏东市的这处公园玩耍 不过中午时间一到 其他小朋友都和家长回家用餐 只剩下她一个人找不到亲人 附近民众一看到她面露慌张 立刻通知远景到场 我是看到一个人在公园里面 在找其他小朋友 然后想看到其他的道理跟他在一起 然后我就问他 说阿嬷回去洗衣服是不是 远景先安抚小妹妹的情绪 问她的名字和住在哪里 不过她年纪小说的一点都不清楚 也不知道家里的电话 向远景陈述是阿嬷带她来到公园 不过后来说要先回家 就不知去向 也没有到公园来接小妹妹 阿嬷没有来带你 阿嬷没有她的电话 哥哥先带你去拍出水好不好 警方把小妹妹带回警局以后 透过聊天终于卸下了她的心房 女童跟警方说 她住在火车站附近 一间大庙的旁边 远景因此循现查访 把小妹妹带回家 看到了父亲女童终于笑了 那警方啊 就根据她的描述啊 沿路去找 结果找到一家大庙 她的小朋友很高兴的说 我家就住在这里 原来女童和父亲祖母 以及曾祖母同住 父亲白天因为要工作 把小妹妹拖给祖母照顾 没有想到阿嬤把女童带到公园玩 自己回家洗衣服 竟然忘了小孙女还在公园 索性靠着警方的帮忙 才顺利返家 爸爸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感谢远景伸出元寿 这叫张川华 评论报道